女人有多漂亮 靠近就有多危险 男孩双膝下跪 女孩举着40米砍到缓缓走来 接着一个反手架在她脖子上 问男孩临终遗愿是什么 女孩没有反对 只是用舌头贴了下男孩的脸 见女孩如此主动 男孩想再进一步了解 没想到却被女孩拦下 W本市民穷屌丝 这晚 他想着一了半了结束着烂透的生活 可没想到上帝为了眷顾她 让她发现了个小秘密 透过墙上隔壁的灯光照射进来 W贴近一看 美若天仙的女孩映入眼前 从这一刻起 他就每天都期待着女孩回家 认真观察着女孩的一举欲动 他以为是自己的桃花来了 结果到了这晚 隔壁女孩身穿羽衣回家 后面还伪随名西装男 起初还以为两人是情侣关系 可下一秒 完蛋 女孩干完对方后竟脱下羽帽 脸上还露出邪魅一笑 W看傻眼了 甚至怀疑是自己出现幻觉 没会儿 敲门声响 原来是女孩端着红烧肉过来 两人被浪漫吃起了烛光晚餐 等女孩再回到房间后 W不放心 再次通过小冬投款 而此时房间已经整洁如新 W这才意识到 刚刚那都是幻觉而已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 女孩又带了名背心男回家 还是那套羽衣 还是那熟悉的杀人动作 三下五出二 小美就拿下对方 W被吓坏了 她忍不住大汗救命 而女孩脸上的笑容 也瞬间消失 举起四十米砍刀 就插了过来 自己的漂亮女友是个杀手 会始终什么体验 每次约会 都成为了女友下手的好时机 不管是马路上 还是地下通道 只要是女孩看中的目标 她都毫不客气地统统干掉 如果遇到男友害怕 她就会换个角度 干净利落 这天W开始好奇 为什么女友杀那么多人 报纸上却一则新闻都没看到 于是晚上回到家 她还是习惯性偷看小美在干嘛 结果看到的 却是张今晚十点不见不散的纸条 W乐开了话 干净洗干净 坐等小美的宠幸 结果当她听到隔壁有动静时 她赶紧爬墙上头看 小美却绑到一个男人回家 完蛋 这不就是楼下爱猫人士老王吗 平日里对流浪猫都是百般照顾 怎么小美会想要杀她 W反应过来很气愤 她跑来小美家里 结果却看到一帮黑衣人 正倾立着现场 只见一人手提电锯 将男人处理得明明白白 最后带头的黑姐告诉她 这些都是罪有应得之人 说完 便将W带到老王家 看到眼前的情景 W吓到哑妈呆住 如此变态的老王 竟把所有流浪猫咪的尸体 都打包成一箱箱的猫柚 再看到满墙密的工具 W才恍然大悟 但接下来更惨的消息是 黑姐说她也很快会被杀掉 因为小美从不会对任何人好 晚上睡觉时 W群说在被窝里非常害怕 脑袋里都是小美杀人的画面 就连小美主动要求做核酸 W都十分抗拒 于是她告诉小美不要再杀人了 虽然他们都是有罪之人 但也应该交给波夫罗门制裁 可小美不听 她知道导国从没有公平的法律 两人很快不换了二三 自己女友是一名超级杀人犯 W哭过薄心圈她自首 可换来的 却是小美的疑似相比 这天 小美被混混带到夜店 原来不久前 小美杀掉了黑帮团伙里 其中一个马仔 但此时却没有引起波夫罗门的注意 老大很欣赏小美 并承诺只好以后帮他们杀人 就不找小美的麻烦 可小美拒绝了 为了逼她上船 混合们先是绑走W 然后在她脸上留下一条大刀吧 接着就放她回家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目的就是为了让小美知道 如果不加入他们 下一个死的 就是W 看到对方脸上的大刀吧 小美心痛不已 她决定要去灭了黑帮 可她却被W拦下 她不希望小美双手沾上混合们的血 更怕小美被波夫罗抓走 她只好先答应离开 到了晚上 W依旧习惯偷看小美 而此时小美又把了一人回来 解决掉后 这次她脸上没有露出那甜蜜的笑容 而是满泪哀愁痛苦面具 W忍不了了 作为一个男人 她必须灭了黑帮 为了让小美开心 她手持20名大刀来到黑帮窝里开战 刮不敌中下 W每两下就被罗罗们控制 一顿毒打后 黑帮老大就想要解决掉W 就在这时 酒吧那灯光突然熄灭 一个手榴弹悄无声吸滚了进来 原来是小美穿着9块9包有羽衣 眼神里绽放出杀人的气息 在近期W的实力砍到 上来就是三七二十一 在场的小卡拉们纷纷被赶倒后 小美来到W面前 此时W内心十分感动 便直接一口情乐下去 可没想到的是 那把刺刀已经刺在了W腹部 小美满脸开心 表示一心就想杀了自己心爱之人 这下总算圆梦 影片最后 小美决定做回正常人 不再随意乱杀人 因为他任何W过眉休眉嫂的生活